這個到底要怎麼樣自我保護 你手中有這個履約保證的這個部分 還是讓建商落跑了 對 你即便有履約保證的話 未必能夠 那個建商未必會履約 比如說這一個例子 而且這個例子的話 還是日本知名的公司 這個打的旗號叫做 松下銀罩 Panasoni的嗎 跟這Panasoni有關嗎 但它還是倒了 結果後來房子也沒有蓋成 而且這是在台北市中心 這個個案就是松下國賓這個個案 它在民生東路接近中山北路這邊 你看這是一個超完美的騙局 你看這個超盤手姓王 一個總經理姓王 超完美的騙局 在那個地點賣到一坪 在那個當下賣到一坪125萬 然後到130萬 然後坪數是18坪到25坪 然後賣完給你還回租三年 保證投資報酬率13%以上 這麼完美的包裝以後 你看它怎麼超盤 這個土地是一個是地主的 地主保留戶29戶 總共58戶 另外11戶賣給消費者 是 另外11戶給另外一個地主 把它盤過來說 我這邊的房子蓋好給你 你那塊地給我 既然這樣地主也答應了 另外17戶就賣給一般的客戶 這17戶買進去以後 你看它最後蓋到一半之後 它找誰 找日本的松下營造 松下營造在板神跟 板神這個大地震的時候 他們的房子蓋都沒有倒 所以非常有名 你看它找松下營造 然後成立就叫松柱開發 台灣有一個叫 叉住營造的 聽起來就覺得很棒 就對了 全部把它連在一起 又鬆又住的 感覺就用了就對了 結果超完美的騙局以後 你看它怎麼做 在房市反轉的時候 它把錢拿走 它去銀行 元大銀行帶了3億 然後別人安置在別的地方 又帶了10億 你看這個超盤手 手上現在有多少錢 結果它讓他申請破產 破產以後就是保護碼 設防火線 我的錢就不會再影響到 我後面的錢 你看這個人多可惡 這樣子之後 透過這樣的一個包裝 騙來這麼多可惡 也騙到另外一塊地之後 放給它倒 好 我們現在講了 這17個買主怎麼辦 因為地主至少還有地 對不對 17個買主怎麼辦 接下來他們就必須要組成 自救會 為什麼 因為它不組自救會 這個房子蓋不下去 可是它組自救會 跟銀行談的過程中 地主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往下跟它進去拿錢出來 那我地主我得住 我以前要拿錢 另外的買了十幾戶的那些人呢 對 它進去拿錢出來 問題是誰蓋啊 主導者是誰啊 所以連銀照都不見了 銀行願不願意放錢啊 因為它已經倒了嘛 宣布倒閉嘛 銀行願不願意把錢來給這些營造商嘛 我願意付 可是銀行錢不願意給營造商 為什麼 這中間有法律問題 關係沒有切乾淨 這走不下去 所以就卡住了 銀行一看 我是一個買房子的 我買這一間 如果我已經繳了600萬 就表示說我已經購買 至少超過2000萬的房子 我才可能繳600萬對不對 那這600萬卡住怎麼辦 我往後怎麼辦 我錢沒補腿沒路 我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個非常完美的 而且這個很大的騙局 在房市反轉的時候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案子 所以消費者真的還得要小心 我跟妳講多話 那個騙局到底 他們是怎麼樣騙到的 因為如果照道理講的話 現在目前 房子我不知道蓋到哪邊 蓋到一半嗎 沒有 已經蓋成這樣子 已經蓋成這樣子 對 那這裡面營造的一個費用的話 是從哪裡來的 從我們它消費者付款以後 它會進入一個叫做 可是消費者付款裡面 以購戶繳出去的金額 是600多萬 然後十幾戶加起來的話 也沒有多少錢 1億多 你看17戶乘上600 是不是1億0200 1億多它可以蓋起來嗎 還不夠 所以現在是不是還 極限營造廠的費用 然後這一錢 本來就從銀行 履業保證的帳戶要去出帳 對 那些錢已經不夠了 但是通常建商都是開起票 三個月 還是四個月 六個月才付 結果銀行裡面已經沒錢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宣佈倒閉了 消費者就不再繼續繳了 那就停住 就卡住了 所以這個非常可惡的一個人 好 來 這邊講到 那個錢到底跑到哪邊去 一般消費者的話 像我在買房子的時候 我們建商一定都會有給你一個專戶 譬如說什麼富邦銀行 什麼約定專戶 某某案名 譬如說這個松下國賓約定專戶 你要把錢 你前面的工程期款 要把它付到履業的專戶裡面去 我問一下國賀 那個專戶裡面的錢 到底能不能動用 還是說建商在工程期的時候 他可以動用到那筆款項 OK 這裡面 對 嫁金履業保證有這麼多的 五種方式 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們先看最正確的就好 其他先不要這樣 嫁金保證信托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專款專用 建商只能拿去蓋房子 可以勤款 其他都不能動 他可以勤款 他可以勤款 因為他要付建造費用 可是我們再看看相對的 叫不動產開發信托 有人就放這樣子 這個東西建商是可以 我去找人來設計 我找建築師 然後我做警官 都可以申請 你當初沒有設計好 你怎麼可能來賣這間房子 我要賣一間房子 是不是要建築師先規劃好 設計好 然後我才可以拿出來推案 對不對 那這些錢 如果你建商都沒準備 表示你是空投了 你什麼錢就沒有你來用這樣 對不對 那這些錢如果沒準備 這樣哪一種人會這樣 就是剛剛講的小建商 小建商他常常玩五本生意 所以你消費者 就成為他手上的這個 口袋不夠深的 對 那風險就很高 所以為什麼找小建商 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特別要注意 所以在如何保障自己當中 我覺得這個履約保證的這個價金 第一個一定是要專款專用 你看其他都不能用 他只能專款專用 那不斷來開發信托這個 還可以讓你有很多很多的 可用的東西 我覺得消費者哪有時間了解 這麼多 就鎖一個就對了 價金履約保證信托帳 價金信托 履約銀行的帳戶 就這樣只能建築 專款專用 其他都不准動 所以這個最好 我們在要求 就在看履約保證的時候 就最好看到 這是價金信托這一項 我補一個案子 過去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在天母 叫一個叉叉陽的 蓋了一個叫叉圓的一個房子 那裡面非常多的律師 非常多的法官跟檢察官 買了房子 後來蓋到一半 也是景氣不好的掉下去 最後所有的住戶 組成所謂的製救會 製救會再根據銀行團團 銀行談判 談判說我們願意蓋 我們願意繼續付權 銀行讓我們繼續履約 那個案子前前後 拉了十幾年 那還有專業人在裡面玩 才把它整合起來 十幾年好久 對 還好蓋起來 蓋起來的時候 後來房價從30萬 漲到六七十萬 對他們來講是很OK 可是這個個案不一樣 它在景氣最好的時候 賣到120幾萬 130幾萬 你看看如今這個房子 如果把它蓋起來 它現在的價錢在那邊 大概上次我們談過 大概就70來萬左右而已 那如果這樣子 那誰願意蓋下去 那怎麼辦 所以它會成為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為當初的房價也不見了 所以那個會真的是變成爛尾樓 要下去重新整修 整建起來大概很難 鐵定 這個從上從下 差不多每個人的希望 都不會成功 地主不管 然後地主它還可以分到土地 土地嘛 是 那我那十七戶怎麼辦 我買房子那種 六百萬 每一戶繳出六百多萬這個 有沒有辦法把它要回來 算了 我房子不要 但是你錢還我吧 至少拿我一心回來吧 沒有 已經蓋成這樣 都付到裡面去了 所以它已經參與在裡面 它拿不回來 那無解了嗎 基本上是 這個我看起來至少十年 真的 至少十年的法律書 算我們這樣跑不完的 嘉信這個要不回來了 不大容易 特別是如果說 當建商倒掉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 台灣有很多的一岸建商 就是說它今天我蓋個房子 那我萬一發生了一些財務狀況的時候 反正我就倒掉 那倒掉之後你就會無處 就是等於消費者 你要去請求的時候 我是公司跟你簽約 那公司都已經不存在的時候 那你要跟誰去請求 所以其實在這種狀態之下的話 內政部才會推說 我們要求預售屋這個東西 要去做履約保證 像剛剛國華哥有提到 就是說像是不動產開發信託 嫁金信託的這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是比較多人採用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 當然因為它是等於說資金放在一個賬戶裡面 那可能就是一個是按照工程期出款 一個是按照他的一個所謂的 合約的一個出款的一個項目 來去做出款 但是如果說萬一像剛剛信學哥講的 就是建商他可能出了一些財務狀況 他有債族主張 這個是這個是他的一個房 他的財產的時候 他可能消費者就沒有辦法主張 那當然相較之下的話 有些人會說 那這樣好像其他的一個方式 有沒有解套方式 那如果說是嫁金返還的保證 就是他放在一個帳戶裡面 萬一真的沒辦法的時候 那這個錢還給你 只是沒有算利息 可是消費者會覺得好不容易 就至少錢還回來 可能舒服一點 那另外還有兩種就是 同業連帶保證跟工會連帶保證 同業連帶保證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有些是子公司保母公司 母公司保子公司 還有那種就是同一家公司 剛剛那個韋華就是 韋華也是這樣子 同一家公司 那不是白搭嗎 結果那他倒的時候 其實子公司也一起倒就對了 一起倒掉 所以這種是根本完全 沒有辦法有一些主張的 那還有那種是那種建設公司 跟營造公司是同一家的那種 那不是更慘 對 那個也一樣 那也是會這樣子 是 我這個補充一下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惡劣到什麼程度 剛剛嘉欣提那個重點 很多建商是跳票 這個建商是什麼 昨天在跟營造商 日本營造商開會的時候 他隔天到地方法院去申請破產 他是申請破產 他不只跳票 他申請破產 然後按照規定 破產是要什麼 董監事開董經驗事會開業 破產 不是 他董事長進行到法院去 申請破產 股東不知道 他的董事不知道 董事長要申請破產 所以他的速度是說 我要訓烈不及言而 我讓這家公司明天消失 後來法官幫他駁回說 你沒有經過董監事會的開議 你董事進行去申請破產 這家公司破產不成立 所以變成什麼 這個案子有得玩 有人專門玩這一招嗎 我問一下這個公司 是只有這個案子嗎 還是還有其他的案子 一樣 一樣而已 其他案子已經騙了 又騙了10億 所以那10億他還拿走了 對 所以他不是騙這個 這算小錢 另外一邊還騙更多 所以他根本不會回來 處理這個案子 他是董事長拿款項走 沒有進入專款專用 有戶頭 但是沒有進去